電線桿沒有看到冒煙跟冒火情況 請聯繫發案人來引導 警銷大動員在20號晚間10點半左右 抵達小北百貨新莊中港店 原以為是店內有火警 結果竟然是招牌觸電 那邊不是上面有很多電線嗎 那裡電線 你看它也竟然有點快電線走我 面臺老闆也怕被波及 因為招牌旁一串架空線路 不只是看起來驚人 而是真的就發生 就怕電 電家照常一夜 但這問題不處理可不行 可以看到招牌鐵架 緊緊貼著電線 風吹一次就碰撞一次 幾個月下來電線磨破 導致短路 好險沒有造成停電或火災 台電人員暫時加裝防護線管 做絕緣處置 但還是得從根本處理 後續我們會跟小北百貨 來勉強溝通 請他提出申請 或是做招牌的一個調整 按照規定懸掛招牌距離間五 不能超過一點五公尺 雖然業者沒有違規 但沒事先跟台電還有公務局申請 有可能會挨罰 本案廣告物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